打开电池舱 装入4颗18650电池 拿出快装板和固定手拧螺丝 根据相机重量安装在合适的孔位 安装镜头支撑架 用手拧螺丝布顶 将快装板固定在相机底部的1⁴螺孔上 调整镜头支撑架确保安装紧固 将快装板装入云台的固定板 扣进安全锁 将相机镜头朝上观察相机的平衡状态 拧松抚氧轴电机螺丝 滑动滑地 调至相机镜头可稳定朝上不动 扭紧螺丝 相机不会在前后倾倒 接下来将相机镜头朝前 观察相机的平衡状态 打开云台安全锁 前后移动快装板直到相机平衡 调节完成后 扣进安全锁 抚氧轴平衡调节完成 相机抚氧轴可以停留在任意角度 扶稳航向轴竖臂 观察相机左右平衡状态 拧松横滚轴电机螺丝 左右调节横臂至相机平衡 拧紧螺丝 横滚轴可以停留在任意角度机会 将稳定器水平横置 观察平衡状态 扭松航向轴电机螺丝 前后调节竖臂至可以保持在水平位置 扭紧航向轴电机螺丝 航向轴可以停留在任意角度机会 三个轴向全部调平的状态 相机可以停留在任意角度 长按电源键开机 稳定器开始工作 增加相机配件或更换镜头等 会改变相机的平衡状态 请重复之前的调平步骤 保证稳定器以最佳状态工作 在相机和稳定器关机状态下 选择对应的快门线并插入 另外一段插入云台的快门线插孔 之后再开机工作 使用四项摇杆来转动镜头方向 开机默认为航向跟随模式 镜头紧跟随航向轴转动 单击模式键 进入锁定模式 镜头方向锁定不变 双击模式键进入航向与抚养跟随模式 镜头跟随航向轴和抚养轴运动 三连击模式键进入全跟随模式 镜头跟随三轴运动 无视角 横置稳定器 在三连击模式键进入全跟随模式 可以通过手动的方式旋转镜头 也可以通过四项摇杆旋转镜头 在航向跟随模式下 单击电源键进入HFR模式 即在航向跟随模式下 增加了横滚跟随 在锁定状态下 单击电源键进入LKR模式 在锁定模式下 增加了横滚跟随 在航向抚养跟随 在航向抚养跟随状态下 单击电源键进入TFR模式 增加了横滚跟随 与AF模式不同的是 TFR的横滚跟随 有角度的限制 三连击电源键 镜头将调转180度 单击机身侧面的功能键 可以锁定屏幕 避免误处 再单击一次功能键解锁 在其他界面单击功能键 可快速切回主界面 按住扳机键 镜头可快速跟随稳定器运动 迅速捕捉运动对象 双击扳机键 云台复位 稳定器恢复到航向跟随模式 向左滑动屏幕 进入主菜单 单击载重设置 可以选择云台所匹配相机重量 也可以自适应重量 或根据自己的需求 在APP上保存自定义的电机力度 单击系统设置 云台校准 保持云台静止 可进行稳定器初始化 进入主菜单击系统设置 进入主菜单击系统设置